中文字幕——YK 今晚我们继续来聆听梦想 分享梦想背后的故事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梦想大使周立波先生 欢迎波波老师 好 有请今晚的追梦人上场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好 孩子们你们好 波波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自于哪里 我们来自河南科技大学 棍道双结棍协会 这都是我的小伙伴们 因为共同喜欢双结棍 所以聚在了一起 平时在一块不仅能够锻炼身体 而且让我们结到了更多的朋友 无容置疑 无需多问 你们六个当中 一定是有个很特殊的学生 对吧 对 来 这位同学 我叫德龙 你大几啊 我今年是大二 打中结棍打了多长时间呢 去年11月份 加入的这个协会 好 双结棍为你带来什么 我带来的快乐 为你喝彩 不是因为你打得很好 是为你的自信和勇气 谢谢大家 你可以往前走一些吗 那你更突出一些 好 告诉我什么是勇气 勇气就是可以敢站出来 与众不同 妹妹 我算是德龙的师傅 是我把他带进协会的 明白了 他应该感谢你 给了他一个机会 我们也感谢他 要不然我们也没机会来这个舞台 谢谢 谢谢你 所以给予的人 并不一定要得到感谢 因为本身别人接受你 就是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如果得到的人 认为这种得到 本就是应该的话 那么给予也就失去了意义 对吗 对 你看上去很阳光 但是我觉得你没少吃苦头 从我得病起 一直到我长 上幼儿园 上小学 上中学 我从来没有因为这条腿 跟别人不一样 而自卑过 我跟小伙伴都玩得特别好 我也融入得特别快 虽然有时候别人会给我起外号 但是我都习惯了 你叫他们改一改 现在都是龙哥 面对电视机 你想对和你有相同境遇的人说些什么话 或者告诉他们如何能够做到像你这样 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没有做不到 只有不敢做 谢谢伯伯老师 好 几岁开始了 三岁半 不是天生的 是后天的 确诊是什么 那个医生判断的是小儿麻痹和神经根炎 我也听不懂是啥 小儿麻痹是后天的吗 三岁前你都正常 是有一天晚上突然 早上起来就两个腿都不会走了 我父亲就背着我去找医院 每天都输液 输了好像有一个多月 妹妹 虽然他腿脚不是很方便 但是他平时一直都很努力 后来我们发现 他来训练的次数比以前少了 有的时候即使来了 也是就是很快来很快走 后来才知道他把课余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照顾父亲上了 十六年前 赵德龙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 父亲为了儿子的病情 四处求医 从未放弃 十六年后 德龙考取了河南科技大学 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面对病情突然恶化的父亲 十九岁的他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把患脑血栓的父亲 从老家接到洛阳 一同租住在学校父亲的出租屋内 仅靠微薄的地宝收入 和助学金维持生活开销 家庭经济情况非常结局 面对生活中的困苦 德龙用积极阳光的心态 应对一切阴霾 一边照顾父亲的生活齐聚 一边读书学习 推脚不变的他 推着轮椅上满头白发的父亲 走遍了大学校园 努力尽销 德龙 父亲呢 父亲在家属室 大哥你好 好 旁边这个是你大哥 是我的老师 是老师 伯伯老师好 你介绍一下特殊的他们 德龙的家庭呢 是比较特殊一些 他父亲呢 因为年迈 加上身体不好 他母亲呢 也是精神病患者 生活上基本上 不能照顾他生病的父亲 德龙呢 他只好是 把父亲带在身边 那母亲谁照顾呢 母亲在家 基本上生活 吃穿 可以自理的 现在还是一个 稳定的阶段 在能力上 他不能照顾 他的丈夫 对 但是他生活上 还是能够自理的 生活上 基本上是能自理的 好的 我们一会儿再见 好的 德龙 你对自己的未来 有想象吗 有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不能 好好的照顾父亲 所以我才会 做这个决定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 给我找一份 兼职的工作 然后让我 有一份薪金 去照顾我的父亲 但是你现在 学业还没完成 我想先学习 再工作 如果自己没有 能力去工作的话 也肯定是 辜负了那份工作 我也尝试过 找工作 寒假或者暑假的时候 去打个工啊 什么的 补贴家用 就是因为腿的原因 体检都过不了 遇到很多阻塞 有沮丧过吗 没有 我觉得肯定有出路的 好的 希望找一份 兼职工作 一个月大概多少 你觉得 能够对得起 自己 对得起父亲 对得起同学 对你的帮助 现在一个月 等五百就够了 一个学生想得出五百块 大学生大二对吧 怎么样也要六百 那六百五 刚好够房租 六百五的房租是 你跟爸爸一块 租的房子六百五 万一 有人给你八百怎么办 认真工作 好好干 那万一有人给你九百块呢 那我就更努力了 有人给你九百八呢 那 那我就得拼命地干嘛 我不能再问了 再问要死人了 他说九百九的 同归于尽了 你想找一份 什么样的兼职 我想教小学的英语 但是你肯定有 高三的能力 应该有 有能力每天出去教的 只能做家教晚上了 梦志兰 我是这样想的 希望梦志兰能够帮你 解决大学期间这个房租问题 因为他是大二 我想把他那个房租 叫到他大学毕业以后 这些房租都是我们来教 我最近在找更便宜的房子 所以到时候你们可以少给点 房租辅导 大学毕业 辅导大学毕业 那么大学毕业 德龙想读硕士 准备读硕士吧 准备 爸爸怎么办 我走到哪儿去把他带到哪儿 我觉得还是看他的一页吧 早点工作可能更适合他的现状一点 在兼职的过程中 然后我成长为正式工了 一月有六百五 我就不去读那个 说什么 孟长蓝有要求吧 没有要求 他不要你兼职 只要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按时帮你房租 打到你的房东这 那我得谢谢人家 这是六人游公司的副总裁 曹熙先生 波波老师是这样的 六人游定制旅行有入境业务 所以说我们有跟英语相关的编辑工作 难吧 高中二月就能够完成你们填表个组 可以的 就是用英文通过互联网 在海外做营销推广 为你们六人游 对 如果你们请这样的孩子 一个月你们愿意多少请他 两千 对 然后试用期三个月 好的 德龙 两千块你怎么用 买药呀 我觉得要是我能挣得更多的话 我就能给我父亲买一点贵的药了 就不用再吃那种两块一盒的药了 父亲吃的是两块一盒的药 好多药都是有贵的没敢买 那么有了这两千块以后 爸爸可以吃到多少钱的药 一个月应该可以吃三五百的药 你准备把这个两千 挣了两千准备用五百块给爸爸吃药 一千五怎么办 存起来 不管六百五还是两千块 要让你的爸爸和你一样 爸爸怎么把你养大的 你怎么把爸爸养老 对 妈妈怎么办 我养完爸爸再养妈妈 我觉得我可以的 不是你可以是你必须 对吧 我肯定能的 好的 如果后面还有机会 由于你的可爱可以让你 这边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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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坚持可以达到 六百五以上 两千五以上 七千五以上 甚至于一万 你觉得应该继续还是停止 关键是我能不能干得了 我要是白拿人家那也不行 那人家觉得你很可爱 他硬要给你 等于送四千给你 为什么不接受呢 你不会眼红 你没有能力挣的钱 对吧 我应该挣不了那个钱 但是你会对你有能力挣的钱负责的 对吧 对 我要挣六百五我就好好干 德龙他比较老实 他以前说过一句话 就是他喜欢做一切 他双手力所能及的事情 不会过多地向大家寻求帮助 我知道德龙背后有许多心酸的故事 但是他能够用灿烂的笑容 告诉我们很平常的事 他一直都是我们的开心果 他不会主动向别人说他自己的故事 他不主动地告诉别人的故事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坚强 而是他对别人的敬意 他尊敬每一个人 才会让看到的人看懂 才让看不到的人不说不听 所以对德龙的敬意 我不应该剥夺他奋斗的权利 你是很要强的人 你对未来有信心吧 有 好 希望你能够成功 就从这里开始 如果你超过两百四十票 就说明你这种自信是存在的 如果没有超过不要怕 这个世界上还有你爸爸 你还有我 龙哥 谢谢波哥 准备投票 五四三二一 开始 bumper 音乐 放弃 对 弄想得长 中央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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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你 德龙人生本就是一场颠簸的旅程 走路有点颠不怕 生活有颠簸不怕 只要有快乐只要有新星 但是有一件事千万不能忘记 感恩 祝贺你260票高票通过 美好的音乐为你送行 梦想马上成为现实 双结婚少年张德龙 你那自信的笑容和乐观的心态 温暖着我们的心扉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生时消息 生时疼痛 消息未来的日子里 你的学习和生活会更加充实精彩 也祝愿你父亲能够造日康复 梦想的事发永远容易展开 欢迎登陆微博百度贴吧参与节目互动 感谢蓝天下官网 新兰网 微博 腾讯娱乐 生活娱乐 网页娱乐 风光娱乐 人民网 新华网 百度贴吧 手机百度 优酷 土豆网 腾讯视频 乐视 爱奇艺PVTV 小超看看风险网 人民网 库狗音乐 库文音乐的面带 对本来我们的大力支持 关注腾讯新闻客户端 看更多精彩正能量故事